不错,好,换我们的小白 好的 这是刚刚,敲碗的吗? 对,敲碗的,小白穿 裙子是 哈哈哈哈 那叫什么? 啊,浪漫华尔兹薛芳白泽裙 这是小白,嗯,他们敲碗小白穿 这件很好看耶 这件他只有一个尺寸,就是free size 然后比较适合ASM,还有身型的乳生 然后他侧边是拉铁 然后腰间的弹性就是比较普通一点 所以SM号的身型女生就可以买 但是你一定要就稍微留意一下腰围的平氧尺寸 像小白的身型比较偏像XS到S号 他就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松松 对,如果穿高腰的话 一点点的松松 如果穿高腰的话就有一点小空间 但是如果穿一般中腰的话就OK 就是刚刚好可以在肚脐这边 对,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穿高腰的人 就是小个子的人就会想要穿高腰 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摆折做得很漂亮 他是比较宽一点的摆折设计 但是一样是不会显臀 他一样是很顺臀型的 就是顺顺的下来 也是没有做口袋 如果有做口袋的话 这两边就会变蓬蓬的 所以他是没有口袋的设计 但是穿起来很舒服 是很柔顺的那种雪纺的材质 然后他内里的话是做到膝盖这边 他就有做一半的内里设计 那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颜色是 可可 可可陀宗色 可可陀宗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颜色 米白色 米白色 我觉得如果夏天的话穿 这两颜色其实都很好看 可可陀宗 对可可陀宗 拜托米白色 米白色还有别的选择 可可陀宗可以买 米白色好像比较常见 这个颜色比较爽见 嗯 而且这个转圈的时候很美 因为他的下摆地方做得很漂亮 就是下摆的部分 因为他那个折度蛮大的 所以转圈的话 我看起来很美 交错编织木勒鞋 啊小白身 对角上的鞋子 对 给你慢远看一下 交错编织木勒鞋 他是平底的鞋子 诶 拖下来给你们看 这边有 他已经把它拖下来了 他有三个颜色 他有米白色的 然后焦糖卡跟黑色 他总共有三色 穿起来蛮舒服的诶 他的顶是很软的 嗯 他立刻被我拿下来穿 他 呃怎么讲 穿起来比想象中软 对 看起来好像没有软 但其实穿起来是很软的 而且 如果你是 就是夏天 比较会流脚汗的人 的话 我觉得可以戴这个 这双我觉得有个地方 可以推荐一下 因为他其实这两侧 比较薄一点 就是 他其实比较薄 所以其实 看起来 炫头好像没有到很深 但其实他不会很容易飞出去 嗯 不会 就是你的脚趾头不用这样 这样一直抓着 这样很累这样子 对 但是穿起来是舒服的 然后他这边是 镂空的编织 是镂空的编织 对 因为我自己有买过一双 就是这种布垃鞋 就是前面是薄的 可是我自己就是 比较容易流脚汗 所以就会觉得 有时候会觉得很闷 但是这个的话就不会 因为有空 因为有空 可以通通通通通通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样软软的 就是他的皮是这样软的 就是下穿的话 是这样交错编织的感觉 这样 那我现在自搭穿一次 嗯 如果等下有穿裤子的话 可以再搭一次 跟高我记得好像是1公分 还是1.5公分 就是 是舒服的 很好穿 然后鞋垫的话 这边有QQ的鞋垫 穿起来是软软的感觉 对 有QQ的鞋垫 对 而且感觉不太会抹 好 好好看 然后 上衣的部分 它是有一点 呃 它是有做那种立体的蕾丝的感觉 我觉得很像上次的那个洋装欸 哦 我知道 可是不一样 对 就是它的那个拼接感 有点像 就是上次有一款短洋装 我自己很爱的洋装 就有一点点像 它是那种 软蕾丝 点缀在上面的感觉 然后它是有点沙 沙质的上衣 嗯 透敷的程度 它是会有一点透敷的 有一点点微微的 会比较建议 哦 小白色的里面穿的是白色 对 白色的屏孔内衣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对 就这样 可是 如果你穿屏孔内衣的话 其实看不太 就是OK 是可以接受的 对 我觉得这样还好 如果你不是穿深色的内衣 浅色的那种屏孔内衣 穿起来都不会到太夸张 不会到太普入 然后袖口的部分 这边是有做弹性缩扣的 缩口袖 嗯 然后它背后是开扣子设计 开扣子设计 这样子 开扣子设计 对 就这样 然后它有白色跟我先上的是 米黄色 就两个颜色可以选 就两个颜色可以选